哈喽我是Sheryl买菜了买菜了 今天呢来大统华还有一家系人超市买个小菜 今天呢其实是平安夜 我每一次的那个超市视频 其实都是拍上一个星期买菜的视频 所以大家如果要看最新的价格呢 建议去网上或者用APP看哦 一块二毛八一磅的芥兰来一袋 油菜苗一块八毛八一磅也来一袋 白萝卜在做特价九毛八一磅也要来一根 栗子超级超级便宜 只要一块九毛八一磅 这个屎低价了必须要来一袋 我超爱栗子的 摩玉丝两个两块五来两包吧 最近呢大统华推出了抗通账的flyers 所以有些东西还是很划算的 大家捡着这个折扣买就行了 两块六毛九的芹菜也要一把 两块六毛八一包的这种豆腐面包 我喜欢这种它因为软软的就很好吃 平常西人超市的那个面包边 我都会把它撕掉因为太硬了 来到熟食区 这边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大统华的丸仔翅啦 记得成之前先戴好手套 拿一个碗 它以前这边呢有大碗跟小碗 现在只有一个尺寸了 好像是四块六毛八还是四块八毛八一个吧 然后它有不同味道 有糖水啊 然后有酸辣汤丸仔翅 反正我每次呢都只买丸仔翅 这边是熟食和烧辣区 十六块九毛九这个四拼 感觉还不错 它这些是圣诞推出的 平常的呢就是一些烧肉啊 鸡翅啊什么的 我买了这个卤肉拼盘 十三块九毛九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晚上了 所以它在特价中捡了两块钱 但这个必须沾米醋才好吃 海鲜区这边都是新鲜的海鲜 因为大家要过节了嘛 所以都在买 这个两包五块四毛九的 番茄火锅底料是德庄的 我就要两包吧 还有米醋赶紧来一个 是三块三毛九 这个是最划算的了 珠江桥牌 加拿大也有的卖读者跟知音 有没有同一个童年的呀 暴露年龄了 买单居然大晚上的还是超级多人 大家都在为节日做准备呀 消费是五十块零五 接下来第二天我要去另外一个 西人超市 因为有一些划算的 这一家呢 我是看到了有鸡蛋三块多 18个结果全卖完了 三块九毛八一盒的沙拉菜 我喜欢这个spring mix 每一个都有一点 三块九毛八一瓶的大瓶的橙汁 哇 这个是也是实地价 非常非常划算 原本要六块多的 要一个没有籽的吧 然后再放在家里囤着 这个是饺子两块九毛八 它是teriyaki味道的 回家试了一下 好难吃 千万不要买 这边六毛二的lindor巧克力 它呢在做半价 现在圣诞节吧 好多东西都是减半了 因为圣诞节过了 所以它那个价格就下来了 八块八毛八 bilibit的蜂蜜 感觉这个蜂蜜呢 是最好的 也是最受欢迎的 因为它上面写了 加拿大最受欢迎的蜂蜜 而且是中文 这个价格也好久没见了 蓝莓我的最爱 一块八毛八 也得买呀 毕竟好吃嘛 这家的消费是25块07 想知道更多真实的加拿大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收藏哦 下期见 拜拜